请传唤我,是不是可以告诉我的 领导说的 领导说的是什么事情 是指导有关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伤害的并不是上罚 他是不是很多人在江南边抓人 好的,什么事情 领导说的是需要 是跟上罚有关的吗 具体的领导就会问你 不去不去 什么领导,哪个地方的 你先报一下 警政先给我看一下 我的警政啊 对,你先出示一下你的警政 我的警政 好的 然后,有关什么事情 有关什么事情 有关这个 刚才跟你说过了 什么事情 有关这个需要你配合的工作 什么工作 因为你现在 我今天刚才跟你写的 刚才跟我说的是上访的事情 要我写保证书不去上访 是跟这个有关吗 是跟这个有关吗 是不是这个 你先回答我 我要知道我要为了什么事情跟你们走 领导说传唤你 嗯,因为什么事情传唤 领导说了 我具体不清楚 不清楚啊 刚才是说是上访的事情 我现在想问一下 跟刚才在上访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执行任务 好的 我知道你执行任务 我也会配合你的 我就想问一下 是不是跟刚才的上访的事情有关系 我配合他 我没有说要换衣服啊 你刚才不是说换衣服啊 我上个厕所啊 我说等我一下 稍等一下 你刚才说换衣服 我说录音的 你不要 你把录音调出来 没关系的 可以,我派出可以调 我们可以当场对治 没关系的 我就说稍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 稍等一下 换衣服 那我换衣服 我在外面等了多长时间 你跟我说说看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 因为什么事情我要去 因为什么事情 领导跟我说的 你把他 领导跟你说的什么事情啊 领导跟我说 你把他带到派出来 嗯 好吧 因为不必要工作 你把他带到派出来 因为我不配合 你们的什么工作 我现在很配合的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工作 请说清楚 刚才跟你讲过的 刚才跟我讲过 忘记了 请说一下 什么事情 第一 领导跟我说 要做笔录 要做什么的 笔录我已经写了 笔录我已经做过了 第一还有第二 第三 第五 什么保证书 我可以现在写 什么保证书 保证你不去上网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最近 最近什么时候 最近三天 最近三天里头 最近三天 要我保证不去哪里上访 不去越级上访 不去越级上访 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说 我一级一级的上访 是可以的 不去异地上访 不去异地上访 异地指的是哪里 异地除了上海 其他都是异地 意思就是说 让我 什么叫异地 不能去外地上访 是吧 文化水平的人 对吧 所以你要求我 要求我是吧 什么时候 我业脆 就是你普新路派出所 014125号 警察 叫陆新德 要求我 写保证书 不去外地 括号 可能是北京 上访 对 是吧 对 一定要写这个保证书 否则你要带拘留我 不是拘留你 你到时候到外派出所去 好的 把这个事情做做工作 把工作做清楚了再说 好的 好吧 好的 可以